14岁嫁入法国王室 18岁成为王后 玛丽小小年纪就过着奢靡的生活 鞋子穿一次就丢 蛋糕随便喂狗 绝美的衣服首饰流水一样被送进她的闺房 却被随手带到宠物狗身上 因此她甚至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断头王后 玛丽是奥地利最美的小公主 14岁时 她被选中和法国王室联姻 成为王储路易的妻子 踏上了去往法国的路途 彼时的玛丽正是天真烂漫的年纪 对路易这个未来丈夫充满好奇 但她手上只有一张路易的照片 玛丽在马车上看了又看 憧憬着嫁人以后的生活 一行人很快就到了法国边境 女管家奉命来迎接玛丽 玛丽一下车就热情地给了她一个拥抱 让严肃的女管家脸色松动 按照要求 玛丽要进入法国 必须抛开有关奥地利的一切 她的是女狗狗都不能跟随她生活 甚至要当众换上法国贵族的服饰 就这样 她以这种稍显屈辱的方式正式来到法国 见到路易时 玛丽不由得有些失望 那是一个矮小又木讷的男人 还像一个小孩子 准确地说 两个人此刻都还是孩子 来到王宫 法兰西的贵族家道相迎 他们穿着华丽优雅 共同来面见国家未来的女主人 玛丽也没有让他们失望 落落大方地应对了贵族们的问候 进入宫殿 奢华的凡尔赛宫让玛丽惊叹不已 尽管身为奥地利的公主 但这样的华丽仍是她见所未见的 很快他们就举行了婚礼 跳舞时 玛丽看着虽有诸多缺点 但还算绅士的丈夫 心想这样或许也不赖 晚上 小夫妻在众人的见证下 吞去衣衫 准备园房 然而意外的是 路易对玛丽并没有兴趣 当天晚上什么也没有发生 第二天 玛丽只好一个人从床上起来 女管家带了一群贵族夫人 来服侍玛丽穿衣 根据法兰西王室的规定 只有物理地位最高的人 才有资格为玛丽服务 玛丽动得瑟瑟发抖 却只能看着能为她穿衣的人 换了一个又一个 这一套的规矩让玛丽觉得搞笑 但女管家说 这就是凡尔赛 早饭期间 玛丽想和路易熟悉熟悉 可路易十分冷淡 她只好干大的叹气 日子持续着 玛丽日渐习惯了法兰西繁琐的规矩 也交到了一些朋友 但始终没能和丈夫更进一步 王宫里的流言蜚语多起来 甚至连远在奥地利的母亲 都给她寄了信 母亲让玛丽考虑一下 两国的利益关系 一定要和丈夫亲近起来 尽快有个孩子 但是玛丽也没有办法 她不是没有主动过 可是路易整天沉迷狩猎 始终不愿意和玛丽有亲密关系 这让玛丽开始怀疑自己的魅力 无边的压力下 一切都变得索然无畏起来 因为地位不稳 玛丽还不得不去讨国王的喜欢 向她看不起公公情妇示好 情况逐渐滑向了更糟糕的境地 奥地利因为侵占波兰和法国发生冲突 玛丽的地位变得微妙起来 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应该帮谁 最终只好向丈夫求助 希望路易能尽快调整好心态 和自己生娃 路易也同意了 保证自己回去看病 玛丽终于松了一口气 丈夫带她去看歌剧 尽管法兰西的皇室成员不能鼓掌 但玛丽毫不在意 依旧给予演员真诚的掌声 她的热情感染了其他人 全场都开始鼓掌 路易也第一次感受到妻子的直率的魅力 两个人的关系终于破冰 可是很快母亲又寄了信过来 说玛丽的兄弟姐妹们都在婚姻中表现得很好 姐姐已经怀孕 马上孩子就要出生了 弟弟也结了婚 唯一让母亲不满的就是玛丽 居然到现在还没有吸引到丈夫 她逼玛丽尽快生出一个孩子 玛丽又和路易试了试 但路易就是做不到 很快让玛丽难堪的事情发生了 路易的弟弟首先有了孩子 凡尔赛宫里的纸质点点甚至不再避回 当着他的面就开始了 而玛丽连哭都得避着人 长久的苦闷和压抑无法排挤 玛丽开始寄情于奢靡的生活 数不尽的锦衣华服 吃不完的珍羞美味 喝不完的香槟如水 连她养的狗都吃着蛋糕 戴着钻石项链 她甚至赌博 似一挥霍着国库的钱财 除此之外她还参加宴会 在一场蒙面舞会上 玛丽结识了英俊潇洒的菲尔逊伯爵 她寂寞了很久的内心 升起了一团火苗 两人都被彼此吸引 不久之后 国王病逝 尚且年轻稚嫩的路易接过王位 成为历史上记载的路易十六 玛丽也顺理成章的 变成法兰西的王后 然而玛丽并没有意识到 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王后要端庄贤淑 成为一国表率 母一天下 可玛丽却仍旧保持着她的天真直率 过着她奢侈糜烂的生活 她什么也不懂 路易提醒她别把财产输光了 她也毫不在意 路易也没办法 她一直对玛丽有愧 于是选择了放纵 玛丽看似快乐 但一夜狂欢过后 剩下的也不过是无尽的寂寞 大臣提醒她这个月 已经花了五万元了 国家甚至已经没有钱 可以捐给慈善机构了 玛丽却对此没有什么概念 只说会提醒路易捐款 她不知道现在国家的财政 已经陷入危机 战争已经开始 法国需要对美国提供帮助 以此向欧洲各国展示实力 这让法兰西陷入国库空虚的窘境 在贵族大臣的提议下 路易提高平民税率转嫁经济压力 使得法国人民更加苦不堪言 这天玛丽的哥哥到访 她劝玛丽戒掉赌博 谨言慎行 和丈夫多相处相处 做好一个王后的本分 也和路易进行了一番交流 她说当一把钥匙打不开琐事 只能是国王和王后出了问题 经过这次谈话 路易终于和玛丽有了深入交流 两人很快就有了第一个孩子 是一个小公主 这不符合很多人的期望 但玛丽很高兴 因为这样孩子就是她一个人的宝贝了 可是她没想到 这样的自由也是不被允许的 小公主必须由专门的护士来喂养 有了孩子 路易给予了她更大的权利 还有一座农妆 玛丽换上了更加简便自然的服装 她在田野间奔跑 采摘鲜花 带着女儿喂小羊羔 和朋友一起不顾泥泞种田采摘 再有阳光的午后月度 过上了农妇一样的生活 这大概是她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可惜这只是她空想中的农妇 真正的农妇有多惨是她所无法想象的 因为没有邀请部分贵族加入她的聚会 玛丽引起了一些不满 她只好请大家去看亲自主演的音乐会 玛丽还是那么美丽优雅 演出很成功 大家都在鼓掌 又有一场舞会要来了 是为从美国归来的士兵举办的 玛丽盛装出席 在这里遇到了阔别已久的菲尔逊伯爵 她荒芜的内心再次激动 两人在晚宴上就开始眉来眼去 很快就勾搭在一起了 可惜菲尔逊没待多久就得离开 玛丽更加寂寞了 因为援助美国的开支远超预算 国库彻底顶不住了 法国国民都在挨饿 可是为了不输给英格兰 路易还是决定继续加强援助 凡尔赛公外费反迎天 因为玛丽的奢明名声 人民甚至编出了一个传言 即闻明后世的面包说 皇后被告知臣民已经没有面包吃食 回答那就让他们吃蛋糕 和何不食肉迷一个露数 虽然根据考证玛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但对于人民来说 又有什么区别呢 因为把国库花成赤字 玛丽被当时的人民称为赤字王后 面对这样可怕的局面 天真的玛丽只能提出 让皇商停止珠宝供应这样的办法 只能说有善心 但没用 不久之后玛丽生下了一位王子 因为之前和菲尔逊伯爵的暧昧 这个小王子的身世也一直被怀疑 时间又过去了几年 国家形势日渐紧张 这天玛丽又去看歌剧表演 照旧鼓掌 却不再有人附和她 大家投来的只有一样的目光 玛丽十分惶恐 却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又过去了一段日子 忍无可忍的法国人民攻陷了八世抵御 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 贵族们仓皇逃窜 玛丽却选择和丈夫留下 她站在阳台上直面着人民的愤怒呐喊 似乎也终于认识到了真正的人间 向着楼下深深巨躬 面对这样的局面 路易在想不到什么办法 只好带着玛丽和孩子 踏上逃亡之路 在马车上 玛丽最后看了一眼奢华的宫殿 向凡尔赛公道别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而现在的我们知道 路易十六最终被送上了断头台 成了一个被斩首的皇帝 玛丽也没能逃脱这样的命运 成了后人所说的断头王后 传说她在死前 还因为不小心踩到柜子手的脚而道歉 该怎样总结她的一生呢 那时的人们没有意识到 国家应该让有能力的人统治 如果不是 那就该换掉她 我们可以看到 路易十六并不是一个坏人 她沉浸温和包容 玛丽也绝不是什么 罪大恶极的祸水式人物 她只是一个不太懂事的小女孩 最多就是浅薄了血 她没有政治头脑 也不知道自己的花费意味着什么 如果生活在一个普通家庭 这样的个性并不是大错 但这本身就是很大的问题 身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 他们二人什么都不懂 很难想象两个国家为什么 会把继承人交成这个样子 这导致了人民的苦难 也导致了他们自己的悲剧 最后的最后 也只能以慈维格的名言收尾 他们那时候还太年轻 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 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